哈囉大家好 我是黑皮 歡迎來到鐵道霸特別企劃 今天要來讓大家認識 高鐵台南站旁三井奧類的開發計畫囉 政府新建高鐵時 大多將車站選在飛駛中心的位置 期盼透過產業專用區的開發 帶動產業群聚發展 像是桃園青浦與新竹六甲一帶 已經有顯著的開發成效 但是台中、嘉義及台南的開發成果一直較不理想 只不過台南站所在的沙輪 近年來隨著綠能科學城的發展 與三井奧類的進駐 已經逐漸有起飛之勢 然而沙輪綠能科學城的開發計畫 較為複雜 而且牽涉的範圍廣 我們今日先聚焦在三井奧類的開發計畫 三井奧類所屬的這塊土地 一直處於閒置的狀態 反觀南側的高鐵專用區用地 在政府積極推動綠能政策的背景下 使得綠能科學城的規劃快速形成 而這塊閒置的土地 直到2018年2月照商資訊公告後 在8月開標 最終才成功由三井不動產成功得標 三井不動產表示 未來將在高鐵台南站與台鐵商人站旁 打造Outlet Park台南 成為三井在全台灣 即林口與台中港後 第三座Outlet Mall 比較過去 在林口成立 三星奧特萊股份有限公司 在台中港成立 三中港澳特萊股份有限公司的模式 三井不動產集團 也將新成立 三南澳特萊股份有限公司 來經營台南三井Outlet 並與交通部鐵道局 在台南簽訂 高鐵台南站特定區 事業發展用地開發經營契約 土地面積約5.86公頃 一度是計畫的規定 基地可使用的最大總樓地板面積 約33597平 採設定地上全30年的方式 若經營良好得申請續約一次 續約延限為20年 三井的開發位置 便位在歸人大道與台39線 中間包圍的土地 總計投入了47億元進行開發 商場的總面積約17800坪 將分成兩期來開發 第一期規劃了180間店鋪 與18150坪的商場空間 會興建地上四層 樓高約20公尺的Outlet Mall 一到三層為購物商場 四道RF層為立體的停車場 第一期預計2020年動工 並於2022年開幕 將創造約1500個工作職缺 至於第二期的土地較小 位在第一期南側 等到第一期開幕後 會再興建同樣是四層樓 每層樓超過1500坪的 二期商場 二期計畫在2023年到2024年施工 預計2025年完工 將再多50家店鋪投入營運 總店鋪數將因此多達230家 至於東西側 則作為廣場使用 並在用地的南北側 設有平面停車場 北側以汽車與大客車的停車場為主 南側主要為機車停車場 這也意味著 除了四道RF層的 立體停車空間以外 兩邊也會有平面停車場作使用 完工後 會在南北側 各設有一個汽車出入口 這兩側也都會設有 坡道 銜接立體停車場 至於機車停車場 則會設置於南側的汽車出入口旁 計畫兩期接完工後 會包含1861席的汽車 與1079席的機車停車位 在2019年9月環評通過後 三井Outlet在2020年取得建造 並順利動工 在環評報告書的平面圖中 也間接釋出了歸位圖的資訊 商場的中間 會設置高達20公尺的中央廣場 以自然採光的方式進行設計 至於三井Outlet兩側的大門口 以Gateway Park 台南的概念出發 外觀大大的紅磚色木板牆面 則以台南的古都風情進行設計 工程因為不用開挖地下層 因此進度正在快速進展中 目前已經即將開始進入第四層的建設 有望打破 原先預定的2022年開幕時程 在2021年底前提前開幕 在一起開幕後 將會有180個店鋪 至於第二期 則預計2025年完工 加入後 總店鋪數將打230間 目前餐飲品牌 包括博多益 但馬屋的真材資訊 間接透露了 未來會進入Outlet中 而其他品牌的進駐 官方尚未透露相關資訊 至於三井Outlet 與高鐵站 及台鐵商人站的 連通空橋正規劃中 目前尚未有具體的時程 在Outlet旁 也有特別預留給捷運行駛 與站體設置的空間 屬於台南捷運 藍線延伸段的一部分 不過目前台南捷運藍線 通過可行新的路段 已經有到仁德 至於第二階段 延伸高鐵台南站 與官廟的路線 還在可行新研究的最初階段 尚未有具體的規劃時程 除了比較遙遠的捷運建設之外 目前三井Outlet附近的 連外道路工程也已經接近完成 包括高鐵 先接南154線的聯絡道 與龜仁十三路 延伸關廟道路 都已經在今年1月25日通車 至於台86線 大潭交流道 增設出口沙道 連同時高鐵特區的工程 已經開工 預計在2022年完工通車 也希望透過這些道路 與交通建設的相繼加入 能越來越方便 台南人來到龜仁 讓三井Outlet 真正成為未來帶起 殺人發展的 重要新地標 其實呢 這次透過鐵刀爸的特別企劃呢 是想要透過高鐵特定區的開發 來帶出一個 講述城市的歷史 到未來的一個新系列 那其實這個系列呢 我從今年初的時候 就想做到現在 但是因為我對於 勾錄影片是要有 太多的想法 才導致我突然到了現在 其實呢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很喜歡玩模擬城市的人 然後我很喜歡在 Minecraft裡面蓋自己的 夢想城市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 透過這個系列 讓大家了解一個城市 是從過去到未來的 種種故事 那我不想要只聚焦在一個 城市的開發重點上面 我也想要講很多 關於城市的角落故事 那大家關於這個新系列 有什麼想看的內容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最後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下一個 喜歡加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參考 所有在台南的朋友們 讓他們知道 目前台南三井Outlet的 最新進度吧 那最後呢 你可以去關我的IG 才不會落記新片資訊 不要看的不訂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希望新系列叫什麼名字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